美国总统拜登出访欧洲 随行记者团搭乘的飞机 原定周二晚出发却遭遇延误 并非因天气原因或是迟到的飞行员 而是因为残裙引发的机械故障 据报道 飞机的引擎被残裙填满 这迫使白宫助手紧急为白宫记者团锁定另一架飞机 好让他们前往欧洲报道拜登的首次海外之行 在等待的将近七个小时后 美联社记者拉玛尔证实 记者们已乘坐另一架飞机 从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英国 近日亿万只17年蝉破土而出 涌现美东地区 17年蝉是周期蝉的一种为北美独有 其中包括三个种类 其幼虫会在树根处的泥土里折服17年才破土而出 因此也被称为17年蝉 目前还不清楚多少只蝉引发了飞机机械故障 但过去几周以来 它们一直活跃在华盛顿地区 甚至被通常用来跟踪天气的多普勒雷达捕捉到 另一边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 周三上午从安德鲁斯联合基地 搭乘空军一号飞往欧洲 NBC新闻驻伦敦记者亨特 在推特上对飞机延误作出反应 他写道 好消息 这一边没有蝉